大家好,我是菜刀 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优酷视频 本期优酷视频呢有两局录像 都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打的 是两局关于卫国的录像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局 这个选将框呢 它是一个夏侯敦、脏霸、鱼籍、周氏和邓爱 这个鱼籍跟周氏的话 基本上就是怎么讲的 太弱了 实在是弱的这个有点可怕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基本上就选卫国了 这三个卫国的话 不管怎么搭配 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四写的 主要有的人可能会喜欢邓爱放主将 配夏侯敦或者配脏霸 他也是喜欢放主将 但是我个人建议的话 配脏霸和夏侯敦这样 你选邓爱的话还是尽量四写啊 当然你也可以选夏侯敦和脏霸 夏侯敦和脏霸其实也挺厉害的 你打我一下我刚立你你细盘 你细完牌 哪怕你掉血吃桃子对吧 那我也大概率能够这个横将再摸一张牌 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这里面想选这个邓爱 因为邓爱放副将的话 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错的发挥 尤其是我们在直播嘛 对吧 所以说选择了这个邓爱 那么夏侯敦和邓爱和脏霸邓爱的话 这两个组合相比较来说的话 那就是夏侯敦比较好一点了 反正怎么讲的 总的来说强度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夏侯敦的话 他嘲讽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句录像呢也是前期的话 也是节奏相对来说慢一点点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讲的地方 我们稍微快一点 二倍速 我们挂装备过 二号位也是挂装备过 到了三号位 我们的队友 珍姬 李点出来了 珍姬李点出来了 放万键齐发 那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的出来刚烈他了 对吧 这个挂个连弩放万键 再放他门 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你要挂AOE队友才会卖血配合你 刚烈了一个红桃 就有点尴尬了 然后也是打夏侯 因为夏侯不卖血嘛 基本上就博兽队友了 这个流善也是非常惨啊 虽然有享乐神技 但是貌似还是要扛不住呀 我们也是挂个无六剑啊 这个司马懿有两张黑鲨啊 说明他就算有一张黑鲨是当时落神 就是当时忘戏的 当时他没有帮金鸡改落神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失误的事情啊 如果他能帮真机改过落神之机 说不定就把这三个人全打死了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就赢了 三打二的都有可能 这样的话真机也是这波啊 具体这个杀人的话 我们就不用讲了 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懂啊 挂连弩把流善打死 然后打这个下家没打死 把下家给乐上 是一个甘夫人老诸葛 那就神智回去滴血 这个黄云英亮出来 打了个无血格机 阵级打了一个反无限 因为这局游戏的亮点呢 在后面 所以说前期放的速度稍微有点快 而且相信那样喜欢国战的朋友来讲的话 前期这些东西都是 适从平常的东西 都很这个常规 所以说也不用我去讲解太多 大家看看就好 然后司马懿亮个张辽 偷 然后看一眼巴赫尾的主将 火攻巴赫尾 这个挂个简易马在火攻 也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也不知道看到谁啊 就是吸引了这个司马懿的火力 哦原来是一只孙泉 那这个样子的话 孙泉的副将是一个孙笨 对黄云英选择给黄云英捧牌了一波 然后开个桃源结义 因为自己要回血嘛 自己回血才是最重要的 志恒 过河拆桥 拆一下司马懿的简易马 可能自己有加一马 这个动作 挂个怪石斧 杀一刀 果然是自己有加一马 拆简易马的话 基本上就这意思 要不然就拆真机八过阵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来说 可以选择九杀 但九杀的话 杀谁都杀不死 我们杀谁的话 也有三个选择 基本上除了老祝格以外 其他三个人都可以选择 但是我还是决定杀黄云英啊 黄云英还是有点可怕 杀一刀吃一刀 没打算九杀他 反正也杀不死 万一是庞统了 对吧 就浪费了火力 然后这个 我们没有选择资量这个 离点啊 结果让了个张飞 好虚 真机落神 司马懿有红桃的概率 感觉不是特别高啊 就只有一张牌 哦原来是一张黑牌 可惜这波真机没有连弩了 哎 可惜还好天度了 看看真机这波能干什么 有一个冰凉好像 重铸 杀一刀暗讲 真机说打不过了 得打暗讲了 也行吧 反正确实我们三个人 确实可能会有点难打 这个局 毕竟三打四 还是有点难打的 甘夫人老诸葛 雷杀 两上关心 应该是没有空八过阵啊 果然是一张红色的 看暗讲 冰凉寸段 好像是中了 好像 花佗 朵 孔容 然后火杀司马懿 这个真的是好伤啊 这个刀火杀真的很伤 打了我队友两滴血 就是李典被打到一血了 好难受 这个孔容开始去吐槽打诸葛了 没有梅花 他有什么办法 他两上关心的 这时候司马懿特别可爱啊 就偷了一下我的队友 偷了一下我们的队友啊 李典开始吐槽他 为什么偷我们 偷我们 偷我呢 司马懿说我看错了 正常来说应该把孙策的那张红纱给偷了的 孙策的红纱相当于一张无中生有吗 9 9 那这样的话李典可能就去了 我也没有逃的 我有逃子的话 我应该会救一下 他没有逃的 这时候还改个八卧 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反正是 反正灌石斧也就死了 然后李典 这个李死之前 还要再去吐槽一波 这个司马懿 司马懿果然还留了个桃子 保李典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九杀的话 其实 就是这时候虽然是有两个蜀国 但是我们不会去杀蜀国的 我们还是决定把那个话头给和谐掉 因为这个孔融话头 他就是一个脚屎棍 这种武将不要留啊 直接九杀 把他带飞 对吧 这个虽然我很想杀死孙策 但是这个嚼屎棍也不想留 这两个蜀国相对来说 并没有那么讨厌 然后所以说 把这个第一 他们两个蜀国 这两个蜀国当中 任何一个组合的强度呢 都不算特别特别的高 孙策孙传的强度 就属于特别特别高了 就单挑强度 第二 这个他们两个蜀国 也没有人有嚼屎棍属性 所以说这个综上所述 我们先把这个话头给干掉啊 虽然现在特别想打孙策 但是毕竟有两个蜀国 还是要先杀蜀国 因为在我的眼中 司马懿基本上是已经是个死人了 在我眼中 也就是说这局其实 看着是五人局 其实是一个四人局啊 其实是一个四人局 这搞了半天 我就囤了一个田 还是比较难受 田 而且田里面是一张沙 作用呢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大 这种的话 司马懿应该是去了 司马懿 宝也保不住了 诸葛依尚观星 南蛮入侵 放了一张南蛮亲 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再囤一张田 感觉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孙策出杀 我们也是出杀 囤田 外面有一张无险可机 不知道是谁的 一鸣惊人 看样子不太像蜀国的 像蜀国的话 感觉应该会打无险可机的 可能是个孙策的无险可机 这样的话 决斗司马懿就阵亡了 我们也不可能去救他 又逃我也不会救他 这个局 救他没有什么意义的 救了他 我们也打不了全场 就早点死 让孙权去打这个 让孙权去打这个蜀国的 挺好的 他不死 孙权不打蜀国的 孙权打我们的 好我的状态 无中生有 孙权火攻一下黄岳英 黄岳英亮了一张闪 孙权有杀吗 孙权没有杀 丢了一个杖八十毛 还是比较喜欢灌石斧 按理说孙策的话 杖八十毛更厉害一点点 杀一条岳英 我们就过了 我们也干不了什么 远将进攻要续爆着 这个局 这个局其实是一个 比较无意妙的局 单挑的话 我可能 单挑的话孙策是肯定打不过的 单挑老祝格 干负的话 我觉得我能打 但是能不能打过 我还不好讲 反正是我觉得我能打 应该我感觉应该能打过 但是应该会不太好打 打月英跟张飞的话 就害怕他一波爆发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孙策孙权 肯定是最头疼的单挑的话 虽然我们现在呢 也有考虑 这个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想 我们这个组合 想一波收全场的话 感觉是不太现实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远将进攻 要续爆一波 因为这个 我是个夏侯敦嘛 满血夏侯敦 蜀国人基本上 是不会先杀我的 即使那边有个孙策 觉醒威慑技能 他们也是会先杀孙策的 虽然这个局呢 我们让孙策 扛下伤害 我们想办法 从中这个续爆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将来一波带走 孙策还留了一个万件启发 也是特别的可爱 孙策应该是不可能 帮我补牌的 应该是不太可能 帮我补牌的 应该是会选择 去扒这个蜀国人的牌 其实我觉得 扒月鹰好一点点 9 9杀月鹰 这个老祝格 可能不会救了 因为手上 还有个万件启发嘛 我记得孙策手上 还有一张万件启发的 但是老祝格 还是选择救了一下 这个时候 孙策放这功键启发 其实我觉得 可以考虑 刚列一下 当时 但是我想了想 刚列一下的话 孙策大概率是 把两张牌都弃掉了 他把两张牌都弃掉以后 在收月鹰两张人头牌 而且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欲 我手上也没有桃子 压我的血线 我也不能说 不能说保证 一定能把孙策打死什么的 我觉得 当时想了想 还是决定屯田慢慢打 毕竟有个远角进攻 没有选择你刚列他 没有桃子 从结果来看 还好没刚列 因为刚列的话 正好是一张红桃 这老祝格还有一张桃子 这有点厉害 老祝格去吐槽 这个黄月鹰 这个黄月鹰 去吐槽了 老祝格 你又打了不死孙策 你非要把他打觉醒干嘛呢 这个确实是 老祝格是有问题的 约鹰说你救毛救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就是到我们这回合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回合了 约鹰一血零手牌 老祝格两血零手牌 孙策两血一手牌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一个一波 就是带飞全场的机会 如果能摸一个AOE的话 真的很有机会输全场的 然而并没有摸到 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先杀黄月鹰 而是选择先远交老祝格 再杀黄月鹰 有很多种思路 第一 我手上有雷沙 万一我远交出来 铁锁连环怎么办 万一我远交出来 铁锁连环加9怎么办 或者说万一我远交出来 AOE的话 那我再杀黄月鹰 是不是会很亏 或者说我要远交出来 连弩怎么办 对吧 反正远交老祝格 破一下空城吧 大概率这张牌是 闪九条概率也不高 而且远交老祝格 再杀黄月鹰 也向老祝格表个态 我想杀死黄月鹰 以后 我没有远交孙策 我想杀死黄月鹰 以后跟你联手 去打孙权孙策 总之呢 是有很多很多种想法的 那就杀一刀黄月鹰过吧 这个没办法排太咸鱼了 把火杀给用点 因为那边有孙策 要留黑沙嘛 然后这样的话 月鹰阵争亡了 还是毛都没有啊 我冰一下孙策 过了 然后直接这个 其实我当时想想 应该多留点沙啊 后悔了有点 不应该留这么多闪的 然而老祝格干缝 这时候离开了 当时我就很慌 我就觉得 要打不过这个孙策了 结果这个孙策 还添肚了一波 就感觉好虚啊 这个打不过呀 这个我一个不动摆 怎么打孙权孙策嘛 真的是感觉 这个时候 感觉我真的是 犹如这个什么 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对吧 特别的着急啊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手牌 也就是只能砍一刀 什么都干不了 这顺手七阳呢 我也是决定不太想顺着 想续一波 看看一会儿 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孙权没有闪啊 还是不错的 压一滴血 写慢 免得他一会儿摸到盾啊 什么的 对吧 更难受 孙策站着自己 都在杀我 那我们只能出闪了 本来想卖血的 对吧 卖血的话 能拿一张杀吗 挂联弩去凸的 这时候孙权的 也是两血过了 然后我觉得这一波 真的是 看看摸牌了 有联弩 有顺手 还有杀 如果能摸两张杀 孙策就死了 对吧 但是没有摸到 但是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多很多种想法了 第一种就是 可以顺一下孙策 看能不能顺到一张杀 孙策制衡过了 制衡能制衡三两手牌的 能制衡三两牌的孙策 这时候手上有闪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时候我们想 如果我们要打不死他的话 他就是阴魂加英姿 在家制衡了 很可能就真的打不死了 所以这波要有很多很多种想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先顺一下 对吧 先顺一下孙策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结果我们顺了一张闪 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孙策手上 是闪的概率不高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骚的操作 解锁孙策和自己 去雷杀他 有人说这有什么用呢 大家请看我们的副将 叫邓爱 那么邓爱掉血的话 是可以自量一张杀的 有人说那 假如他手上是一张酒团的话 你自量一张杀 也杀不死他的呀 对吧 就算他不是闪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主将 叫夏侯敦 有人说这夏侯敦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对吧 杀一刀 刚烈 然后刚烈自己 拿一张杀 这个就 用处就来了对吧 刚烈自己 掉血 自量自己 拿一张杀 孙策还发了一个表情 嘲讽了我们一波 然而 转眼间 他就不嘲讽我们了 他就会发现 哇哦 我们好厉害呀 这是大神一般的操作呀 这样的话 还好 祝格亮干缝呢 也是没有回来 要不然我这个状态 打祝格亮干缝的话 可是太难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赢了 孔荣也是说 你咋不上天呢 孔荣一直没有走啊 因为当时我久杀了他 他应该是非常 对吧 孔荣应该是非常郁闷的 我久杀了他 他也许想留着吐槽我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我们赢了 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他就发了一句 发了一句快捷用语 你咋不上天呢 因为他也被我们 最后一波操操作 给惊艳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下一局录像啊 依然是一局 卫国的录像 这样一个选战匡的话 依然是有一个群雄的组合 填锋周式 填锋周式呢 就不用说了 兄弟们真的太弱了 跟刚才的鱼击周式 差不多啊 有得一拼 然后这样的话 选战匡有曹操月静 可以选 曹操曹批也可以选 月静曹批也可以选 这三个组合都可以选 都可以选 但是因为这个 直播间的观众啊 很多人喜欢曹操曹批 所以说当时我就选择了曹操曹批 曹操曹批这个组合 怎么讲呢 开团的话非常厉害 一旦一个AOE 立马大卫国就起飞 如果不是开团的话 如果是卫国队友比较少的话 那么这个组合就非常非常需要 那些非卫国的人来放A了 如果他们不放A 那这组合激进于白板 咸鱼非常咸鱼 但是一旦有人放两个A 那这组合立马也是起飞 也是说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吃AOE的 然后我们选择了曹操曹批批 这局游戏呢 依然是前期啊 也是这个看点的不是特别多 还不如上一局 这局依然是这个到后面 可能会比较好玩一点点 我们看看这个曹操曹批 会有一个怎么样不错的发挥呢 这个173啊 丢牌有个毒条173 怪师傅被顺了 这个325丢牌好像也有毒条 有时候场上可能有一个二张啊 可能 雷公主 教主 这个5号我也不知道什么身份啊 感觉手特别痒啊 非要去杀别人一刀 然后这个袁绍表示 哎 教主来了 那就出来吧 这个一个人顺了张角 一个人杀了张角 表示我要起张角报仇 然后就放箭把他们俩连起来 张角有闪吗 教主说不好意思 二龙哥我没有闪了 然后5号表示托管了 表示不玩了 不玩了 老子不玩了 老子是群雄 老子不玩了 哟 烧到小桥了 然后拆一下小桥 那这时候我们呢也就 对吧 就咸鱼过了 拥有袁绍 还是多留点闪 气牌有毒条 果然是有二张啊 感觉 大桥 落上张角 然而天度了 这个真的对于吴国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尤其是吴国好像有一个二张 小桥副将是一个孙策 而且杀中以后有个毒条 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蔡文姬 丢了好多牌 这个也没有人减吗 这个有无蟾葛姬的二张都不减吗 一个无蟾两张黑杀啊 这个这个居然不减啊 张角有闪吗 没有闪 是个蔡文姬 背歌一下 没花 没什么卵用 是吧 不疼不痒的 哎呦 老板和太后来了 这个时候感觉大群熊 要起飞了呀兄弟们 老板和太后表示 先放一张 难瞒入侵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尖熊 放逐了这个袁绍了呀兄弟们 要不然就有点可怕了 张角蔡文姬表示 没有杀 那老板要出一个桃子 救一下队友 小桥没有天香吗 小桥偷管了 好像是没有天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这局明显不是大卫国 但是这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就非常需要这个非卫国的人放AOE 结果马腾就放了一个南马尔亲 非常配合我们 马腾这种局是绝对绝对不应该放这张南马尔亲的 不应该放的 你们大国开团放什么南马尔亲 你又连弩 你又连弩突刺小脚就可以了 为什么放南马尔亲呢 尤其是还有三险暗角 大国开团 非卫国的大国开团 最害怕的就是放AOE 然后放到一个草坯 立马能让你们崩掉 这个马腾啊 然后继续打那个五号位 气乱一下 还是一只群雄 董卓怪把他手剑 想拉嘲讽让别人打他 然后就横征 这个董卓横征到杀的概率不高啊 因为刚才放过南马尔了 像孔蓉啊 八号位啊 大乔啊 张角啊 有杀的概率都不高 张角好像是名字没有杀的 这个只有何代后跟我手上有杀 但他都没有拿走我的杀 他不知道有没有拿走何代后的杀 何代后反正是读了他一下 希望他有杀 然来九杀我应该是 结果他好像是没有杀了 他就决斗大桥了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 他说秒曹丕 他没有杀怎么秒曹丕啊 二章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董卓手上是没有杀的 到了我们的回合 就非常关键了 非常关键 这个何代后要读我一下吧 因为何代后丧心病狂 还要读我一下 这个时候因为马腾啊 刚才出了一个桃子 就人家张角又出了一个桃子 救了董卓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啊 马腾手上的桃子 应该不会太多了 我觉得最多也就只有一个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董卓跟张角 这个袁绍手上是没有桃子的 因为当时 袁绍手上 应该是没有桃子 因为董卓求桃的时候 袁绍有桃子 袁绍会救的 所以说袁绍没有桃子 张角应该也是没有桃子的 对吧 他俩手上都没有桃子 那么董卓手上也没有桃子 群雄最多也就马腾手上一个桃子 张角没有杀 董卓也没有杀 群雄要求两个桃子 所以说这个男帽七 放出去以后蔡文基跟董卓至少要死一个 我觉得 那么蔡文基跟董卓 假如死了一个 那我们加上尸体牌 再加上这个人头牌四张 大概率还能再打死另外一个群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二张大桥 可能就会变成我们最大的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旦打死那么多群雄 我们可能要弃好多基本牌给二张 那如果我们弃很多基本牌给二张的话 二张可能会把我们全部都乐上 然后二张就起飞了 假如运气再不好一点点 下加是一个无国 那这游戏将会 将会崩崩达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直接选择 放逐了这个二张 提前限制这个二张 虽然有四个群雄 站着我们有男帽七 然后这个没办法 我们也不可能去救蔡文基 吃就吃了吧 就赌爆发了 一波爆发了 没有桃子 或者说有桃子 不想救蔡文基 又收了一张男帽七 和万键启发 这个感觉就非常关键了 非常非常关键 多么羞马腾 救一下冻珠 马腾救一下冻珠 我们再放一张男帽七 这个时候又放了一个万键 先放万键先放 那般其实影响不太大 这个孔柔没有出闪 我觉得可能是有闪 不愿意出 我们再放一张男帽七 草皮断肠了 也是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有桃子吗 没有桃子 有个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没什么牌可出了 只能把他们四个都连起来 去选择属性杀人了 我当时想来想 觉得还是不要去杀袁绍了 因为袁绍有闪的概率不太高 袁绍有闪的概率 相对来说 比这个按键有闪的概率越高一点 因为我不可能去杀 雷杀马腾 有人王队 我也不可能杀大条 杀不到 我只能去杀我上家 或者是我下家 上家我觉得 因为我喝酒了 恐龙很有可能有闪不出 但是我下家 他有闪 放万剑应该也会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喝酒了 我大概率是会去杀袁绍的 他身份又不明 他不会认为我会杀 他所以说他有闪 也就会出了 他大概率是没有闪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他有可能是个队友呢 他万一他是我队友 他有闪也不会出 所以说我们选择杀下家 也就赌一下了 把两个桃子一吃 直接雷杀下家 爱谁谁 雷杀 那下家好像是真的没有闪啊 下家 直接死掉了 果然是队友 手上一张过后台桥 这个时候感觉还是有点虚的 不知道会不会把他们都打死啊 然后这个大桥好像是阵亡了 后台后 也阵亡了 崇荣也阵亡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队友徐晃 徐晃曹弘呢 就获得了一个躺赢 这一节游戏呢 结束以后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些东西 不是说想跟大家 想告诉大家 曹皮曹操这个组合有多强 其实这个组合真的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 我最想告诉大家 就是一句话 非魏国 大国开团 一定不要乱放AOE 尤其尤其是暗将 还有三写 三写暗将的时候 一定不要放A 因为你一旦放到曹皮曹操这种组合 你们真的是要崩到 如果你非魏国开团 你们自己的状态都非常好 然后呢 暗将的都是四写的 明将的又不可能有曹皮什么的 我觉得你放A 还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曹皮真的是大国 大国这个团灭的这个戾气啊 所以说这两局录像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局是这个邓爱副将的一个经验表现 一局是曹皮曹操 在这个敌人这个 怎么怎么讲呢 犯错误的情况下 对吧 强势一个翻盘的一个局吧 然后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两局录像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